哈喽大家好我是永恒 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咱们这里要继续来看一看这个淘金者二代啊 一个淘金者锦标赛的一个TAS速通秀啊 这是一个非常烧脑的游戏 前面呢已经看过了16关了 这里呢来到了游戏的第十七关啊 由于的第十七关呢可以看到呢 是由这个一个一个两层两层的这个小小阶梯啊 慢慢组成的 可以看到呢这关啊有点这个小难度了 这个位置直接往下 把所有的小傻子引到最底下 然后呢咱们上二层楼梯 挖汤埋一个小傻巴 再吃浮空的金子 之后再上去 左边还有个浮空的金子 吃上 左上角还有个金子先不着急 然后继续回到这个位置 继续 从从走刚才的一段老路 然后再把左上角那个吃上 好这样的左半边基本完事 再去往中间突进 从上往下开始吃 再上去 再吃这个 好 右半边现在基本也吃完了 那只差中间的一点点了 中间的一点点应该就是最费劲的 这里呢给这个小傻子救出来 然后给它叫出来 来 这样呢最后一个金子吃完 所有的梯子呢全部整上 直接上到最底下 过关 17关的话呢 主要就是局部的能力比较的费劲 这第18关的话呢 这一关呢就是看你大体的布局了 整体布局 应该可以看到呢 这个金子基本上都埋在很深的位置 所以说呢就要看你怎么能给它挖的明明弯弯了 而且呢你还得背板 就是说呢这玩意里知道哪个墙是漏的 哪个墙它不是漏的 要不然的话呢你肯定是吃不明白 那你看像这个直接漏的就下来了 之后呢等它这个啥 等它这个长起来 再走右边 好一丝的挖仨 挖俩 挖一个挖一个 挖一个下来 好 可以 然后呢在这等左边的小傻子 等右边的小傻子 别让它们挡到 踩头直接过来 拿下 可以看到呢 这一关呢 主要就是得你知道哪个是漏的坑 这很关键 第19关 这一关的话呢 目前为止呢 我也没看太明白 咱们呢看看它边哪边走 先去这个上边 从这个最左上开始吃吗 不是 先吃中间 然后挖下来 之后呢 这个地方是啥意思呢 这地方是这么出来 哇 你可以看到是吧 这个金子非常的难吃啊 这个墙里那个金子 飞了个血进了 这个地方倒是不难 然后这里是财桥挖子一脚 然后上那个右边的梯子 吃这个金子 你看到这关 它就很有说的了 所想讲的肯定是个漏坑 上梯子直接漏下来 不是漏的啊 你看这个 这个地方是漏的 我以为那是漏的呢 那看来我还是猜错了 好 这里呢继续两两枪挖 把左下角都又吃上了 可以看到这关的难度啊 就是多多少少是比前面是上来了 这里呢左右一起挖 上来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他顺手还把右边的挖了 之后呢 等这个起来 挖一个垫一个 然后再下来 你看这个金子 刚才这个最上面这个金子 相当难吃了 之后下来 这里踩这条傻子一路垫过来 哇 这关也太难了吧 可以看到这关的难度是吧 有点丧气病狂了 整体看下来 没谁了 好 还有金子吗 还有一个 这里挖过来 还有一堆呢 我现在还有一个了呢 好 这个金子还行 还能接受 最后一个吃上 完事 而且你看 最后他必须得吃最右下角那个金子 要不然的话呢 你不吃那个金子呢 那个金子先吃 梯子不出来 你还走不了 这个第十九关的难度呢 目前为止挺丧气病狂的 这第二十关呢 目前为止 乍眼一瞅 应该问题还不算大 咱们来看看 这一关呢 主要是多 连吃带挖 对面这五个小傻子 毁成了一排 然后过来往右 漏下来了 正好利用这一个小傻子 当台阶 再把这边都吃掉 这里呢 所有小傻子 找到了空击目标 依次呢 往咱们的脸上扑 这个位置呢 咱们的一直扑 一直把 把这个小傻子 所有生生的一个金子 全给他带过来 这样呢 让小傻子免费 给咱们打工 好 把所有的金子都吃上 这里正好利用小傻子 浮空 然后呢 再往右边踩 你看他这关 这小难度 好 这里呢 没有选择先吃上边的 而选择先吃下边的 看来的话呢 下面比上面关键 然后呢 垫一脚小傻子 可以看到这一个小傻子 既垫了脚 又浮空走了一脚 这个小傻子难度 不 这个小傻子利用率 到头了 好 还有最后五个金子 问题看见是不大了 还得走一遍啊 这挺漏啊 这墙 全是漏坑啊 这不能再漏了吧 再漏就有点磨叽了 这个地方漏没问题 因为这个地方呢 是刚才小傻漏起来的地方 你这个地方不漏的话呢 没有人垫脚 你也玩不了 好 这样呢 所有的金子全部吃完 直接呢 走左边的梯子 直接上去就完事了 好家伙 最后走还不好走呢 最后的走还得快 你看看着 临出没了 还挺费劲 好 来了 上去 下来 依次垫着叫啥走 然后这里直接挖坑 这个上面这个 炸一瞅应该不难吧 挖三 挖俩 挖一挖一 这果然不难 这一挖一挖一 就完事了 全是挖一 然后挖右 好 可以上来 这个地方应该不是挖一了 这个地方应该是挖三了吧 也是挖一 这是这样的挖一 这个地方我还没看明白 来我的智商还有带提高 好中间全部吃完 这一关的明显这个地图就没有上边两关难是吧 这个难度的话呢 很明显是不如上边两关的 好 第二十一关拿下 咱们来看第二十二关 这一关呢 一炸一瞅呢 能挖的点不多 基本靠走 出门呢 是直接往下走 他走正中间 是最下边的 往左 然后怎么办 这把这吃上 然后再下吃左 左边这里呢 等那个小傻子过来 然后来个坑 之后下来 绕回去 好 小傻子被坑杀了 吃回来 这关难度好像不算大 这关呢 主要就是走位的一个呢 啥 走位的一个这个 规划的一个这个啥 一个规划的程度 然后呢 另外呢 就记住哪个是漏坑 哪个是假墙 这是这关的一个难度点 你看是吧 看这里呢 直接假墙下来 勾引这小傻子下来 然后呢 咱们跟他绕一圈 往右走 迂回回来 再下来 然后呢 再把底下再来金子 底下再来金子没吃啊 右边来傻子了 这个位置 等他们过来 然后下去 吃左 吃右 好 现在呢 还有这个小傻子身上的金子没吃吧 感觉那小傻子身上好像有金子 看一眼啊 小傻金子吃不吃 那过关了 正好在傻子来时钱上去啊 这不愧是榻子啊 真硬 好 这关呢 乍一看就很难是吧 因为有很多金子是浮空的 一瞅就不好搞的样子 然后挖完吃 这里呢是等他下来再挖 等那几个块长上来再挖 然后呢 直接一吃二 再回来 哎 可以 之后等他长起来 再吃右边的 然后上来 再吃下边的 这里挖了 坑上自己下去 哇 这是 这个因为右边的屏幕 我也没看着 刚才那段呢 也没看懂啥事 但是这一段我看懂了 等这个墙起来 哎 对 不等这个墙起来 过不去 好 再把这两 再把这个梯子挖下来 然后左边吃 再吃右边 这忙活得太快了 完了 再吃左边 等左边长出来 再把底下这个挖了 再回来 完了 等这墙消失之前 再回来 哇 这关可以看到是吧 这关这小难度就有了 啊 这关很明显啊 这个难度够高 好 二十四 这一关 乍一看 没有两块金子 嗯 但是呢 这一关的难度 感觉应该不高啊 因为这一关 呃 这个可挖的墙 以及呢 这个上下错位的梯子 比较多 所以说呢 一瞅感觉就不太高 嗯 这里呢 是四三二的一个 挖墙这个形 然后左右挖 垫一脚再挖 直接自己下来 一个金子拿下 这里呢 第二个金子拿下 让小傻子垫到这 然后过来 好 走人 之后这里等小傻垫一脚吗 他这个小傻子好像还不能买死吧 不 我看他一直在溜小傻子 也能买死啊 好 这里呢 继续 一个五四三二一的一个阵型 下挖五 再挖四 啊 然后再挖三 再挖二 不对 好像是六五四三二一的一个阵型 我给说少了 好 这样呢 中间呢 就吃完了 没看到是吧 虽然说呢 这个金子埋得很深啊 但是呢 他这一关呢 可操作的点比较多啊 好 来看看这一关 这一关 乍一看呢 难度也不算高啊 这关呢 就是怎么利用这个梯子 来这个迂回 兜这个小傻子 然后呢 把这个金子吃上 这是这一关的一个难度 但是呢 这一关呢 因为能挖它叠很多啊 所以说感觉没有那么难 好 这里下来 再出去 然后呢 兜大圈 哎 要个小傻子 左边呢 是个同样的一个套路 所以说呢 这关很明显 没有前面的几关难 这关基本都一百送了 看半招 就跟前面的难度一比啊 这关基本就是百送了 好 这关呢 出门就抢个位置 然后呢 等这个小傻子下来 挖它一坑 之后上去 挖左 踩它头 哎 果然 这里呢 哎呀 这太精妙了 踩了小傻子的头啊 然后呢 把这个吃上 该说不说 太精妙了 然后一路往右走 哎 等这两小傻子 这样好落下来 这关是真厉害啊 好 把这个外圈的都吃完了 然后呢 这里继续 咱们来看看这个地图 咱们处理 小傻子下来 然后等它过来 然后挖左 上去 等它下到坑里 再踩头 然后再浮空踩 回左边 其实不用浮空踩 也能回左边 它这里只是 只是求一个快 因为那个地方可以忙 这个地方呢 哎呦 这什么走呗 牛逼 我自己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说